大肆直视 极乐九平连台 君士 诸诗 反复 往生之危 司徒三倍求平 全是 无作卧是 这些反复 升到西方极乐世界的地位 那地位真的有高下不同 高下不同就是 前面 善道大死 这个 最有名的这一句话 但以欲远有益 致令九平差别 那我们想想 我们太幸运了 我们与的语言太殊胜 自己 学了佛法 懂得了 慢慢大心发出来了 这是你本身 那我们遇到大臣 遇到尽宗 遇到无量寿 又遇到夏连局的汇集本 遇到黄念祖的诸集 这个语言太殊胜了 这个地球上有几个人遇到 遇到了你真信 你真肯发言我 你就决定 因为对于经教 了解的程度不够 往生西方 极乐世界的地位 比较低 就这么个道理 如果你对于经教 熟悉 通达 明了 你的地位就高了 如果不但通达明了 而且身体力行 我正干 那地位就更高了 你就变成大行凡夫了 大行凡夫 心大 结大 行大 那他就变成上背后神了 所以经教里头有个比喻说 在娑婆世界 修行一天 敌得过在极乐世界 修行一百年 换一句话说 极乐世界 修行一百年 不如这个世界 修行一天 这个世界不错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是平平稳稳的上升 这个世界是高高低低 起伏很大 上升也快 跌下来也快 是这么个环境 像行船一样 极乐世界是风平浪静 这个地方是大浪波涛 你能够进得去考验 到极乐世界就大幅度提升了 那我们的环境 就是我们的考验 那摄加摩尼佛 做出样子给我们看 那摄加摩尼佛 可以居住一个 很好的环境 也可以居住一个地方 一生不像人 他做得到我 他没有做这个事情 他实现一个流浪 居无定手 天天搬家 实在是他表演的是 恐怕就是表演这个大灾难 我们过去逃过难 跟日本人八年抗战 天天逃难 据无定手 八年走了十个神 完全是两条腿走路 没有交通工具 走了几万里 摄加摄加摩尼佛 为我们为我们表演这些 换一句话说 我们将来会遭遇到这样的困境 要不然他为什么这样表演 我们习惯这种生活了 到那个时候你一点苦都不感觉 为什么这些活日常生活 养尊出优习惯了 那他就叫他受大罪了 他受不了了 我们天天在说 每天在说 必须在习惯当中 要养成书辱不动 严见色相 不被色相干扰 我心是定 心是清净 用什么方法清净呢 默念佛号 这个方法好 念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 你自然就有能力 不受干扰 在干扰的环境当中 不受干扰 这叫真功夫 一定要懂得 凡所有向皆是虚望 一定要有慈悲性 黎明这些 迷惑颠倒 早业的众生 念念希望 我们自己做个好样子 让他感悟 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 求 这个心 就是无上菩提心 众生的 众生的苦 从哪来的 苦从迷惑颠倒 造作不善业 骆从哪里来的 骆从九 对于 一切法的真相 通达明了 迷惑颠倒 完全为自己 自私自利 今天说的 以人为本 他就以他个人为本 绝无的人 无我相 无人相 无众生相 无受者相 绝无的人 我相在不在 在 人相也在 众生相也在 受者相也在 怎么说无呢 不知主 知道这些相是幻相 这个有是幻有 不是真有 荡体皆空 了不可得 佛在《楞严经》上说的 吉相理相 立即同时 立即保耳 这是 祝佛菩萨 硬化在世间 他给我们实现的 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 教我们学习 让我们在一切 经营当中不生烦恼 只生智慧 顺今 向云 生智慧 逆经 物云 也生智慧 所以到那个时候 你的心 充满了一片 慈悲 充满了一片 感恩 这就是 祝福如来 没有不感恩的时候 念念在感恩的世界 念念在欢喜的世界 喜乐世界 度人是度自己 利人是利自己 方便别人 就是度化众生 佛家 佛家讲 善巧 方便 欢愿观的四德 第一个讲 随云妙幼 随云妙幼 就是善巧 方便 方便是随云 善巧是妙用 为什么 提升了自己 也提升了别人 这就善巧啊 这就善巧啊 我说 我说 我们在试图中 哪里 这就善巧 这就善巧 我们在试图中 这就善巧 这就善巧 这就善巧